有過去 沒過也滑滑去 有民眾現在實在是不買了 自己想辦法 想什麼辦法呢 今天在台東市北區 就一間土地公廟 就發起新立社區的福利站 有工廠 直接出學 賣這個米 油 亞馬 這些民生用品 介紹是比起民宿 熟三聲 小小的廟名這家媽媽 那一人手頭都大包小包 都是民生必俗品 這位大字才花了十塊錢 就要到二十六零 差不多只有四處三分之一 讓它感覺真的好 算得好 很得好 賺四十塊 一斤賺四十塊 工廠人員不斷補費 因為這些民生必俗品 實在太過像吃 像兩公斤的白米 四處三百塊 這支花賣四十九塊 有先賺四處一百塊 這也是四十九塊 下這是茶菜要用的油 四處一百二十塊左右 在這裡只要九十九塊 將近有一千兩百包 要供應給大家 剛剛雞蛋一顆一塊錢 有兩千顆來供應給大家 民生必俗品 大約比起雞 最能夠三聲 為神這批亮飯店價值更加速 最近無價一直去 廟本國庭直接向工廠來配合 先去中間半生的補血 經營會來自信徒所管的養香錢 先去後日沾 希望幫助寄家庭的優先 國際一般民眾來買 自立求責來度過這波起雞蛋 十方大德的錢 我們希望回饋給十方大德 希望說 他有部分的錢 也捐給廟方來做運用的 我們都用在慈善方面 廟本國給一般家庭 如果要做一個月輸給人 差不多可以先上千塊 未來希望可以一個月 共有兩百 只因為是新聞給來淨毀 每次的商品只有跟新聞來打拚 廟本雖然說沒有福利 可以幫助輸料的人還是比較重要 現在大家中總學報到